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足 肘膝 全部对统一配合 三杰明是知道了 越用手足竟用肘膝 再竟用接跨 然后五行合一处放胆必成功 一旦有了这个五行合一了 放胆必须要有胆 所以胆在前 这就叫交战法 内功形法里面专门有一个对敌交战法 讲的就是交战的心理 还有如何站位 用什么招数 动什么脑筋 就在做这个呢 所以打架不是一个凭技巧 凭蛮你的 它是确实在脑筋 所以有的人看着五大三处 但是你发现很容易就打败它了 有的人呢 喉筋喉筋的瘦小 你反正不一定打得过 所以它全部都在动脑筋 那你必须要明这个阴阳 明阴阳以后呢 还不够 你比如说 为什么罗俊和大庄呢 互相破不了招 而且互相是打得七零八落的 你觉得你总结出来是哪里有问题 为什么打成这样 它删你一巴掌 你删它一巴掌 换瘸了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形成习惯的 就叫竖斩 所以你没有形成竖斩 只有斩没有竖 所以两个人互伦巴掌换瘸了 我应该说也是 要个竖斩 应该是这样往径打 你看 这样往径打 它就不会容易那么漏出来 我俩都是这么 你都是这样扎 互相拳换瘸就算 对对对 要是 我这么跟它打 但是你怎么才能进去 你必须得这样 阴阳包含的内容太多了 这个竖斩就是 包裹不漏和展开 它都是要 如果说离这么远 你还要竖吗 这竖什么 你得放长几远 离境以后 你得包裹不漏 谁包的境 谁就厉害 这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对呀 这个怎么训练出来的 它是常年的对决 练出来的 好 好 好